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說說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已經壽終正寢了 還說來做什麼呢 雖然壽終正寢 但還有很多要跟進的事情 因為在這個去年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頭條新聞其中一集內容是污衊和侮辱警方 就被當局發出這個警告然後就頭條新聞大家知道就是停播了 說要檢討 相信這個檢討就沒有 根本就不存在 永遠都回不了頭 但是通訊局的裁決 有些人認為限制了這個新聞自由 節目的自由度 大蝙蝠地縮窄了香港這個諷刺 時幣的空間 於是港台公會和記者協會提出一個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通訊局的決定 案件就很快了 就開審的了 就會在6月7號高等法院開審 但是就估計這個司法覆核的錢是很多的 記協 就現在向各界籌集這個相關的費用 目標是 200萬 真的很多200萬 不是那麼簡單的 記協一個這麼小的組織 不是那麼容易負擔得起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保安局就說你眾籌 如果你在網上眾籌呼籲 公開捐款 那麼就分中會被人說你是money laundry 洗黑錢的會有詐騙的 有些眾籌的組織被凍結資產 於是現在記協就提出 為避免為避免洗黑錢的嫌疑 就不接受任何匿名的或者是附帶條件的捐款 就用傳統的方式用支票入帳的形式去管理 記協就開了一個專屬的銀行戶口 如果有意呢 支持這個記協進行這個司法覆蓋的朋友唯一的方法就寄將 劃線支票 去這個灣仔的洛克道 記協那個辦事處 就是348至350號 行發商業大廈15樓A 再講多一次 就是 灣仔洛克道348至350號行發商業大廈15樓A 支票抬頭寫香港記者協會 那封那個支票麻煩寫清楚就是寫著頭條新聞司法覆核案 法律費用 因為記協也有些會員付錢 就是會費之類 所以為免民謠 就用頭條新聞司法覆核案法律費用 安排入帳 那麼 未列明用途的支票記協就不會入帳的 就會退回的 所以捐款就麻煩寫清楚 在這個用途就會發出這個正式收據當然 你可以提供電郵電話地址或者其他方法 以便安排 如果捐款達到200萬的話就會宣布 會停止收款 這個全數都是用於頭條新聞司法覆核案 余數就會背入這個保護記者基金 公開講了 工作而受到這個 暴力 或者任何侵犯新聞工作者提供法律的費用 還有電話 還有電話 如果你不清楚我剛才說的那些 寄個電話打電話去問25910 692 25910692同企協的職員聯絡 我為何要 說這件事呢 因為 大家知道 香港 現在好像剩下 都沒有剩下 只是一個途徑 討回公道就是一個法律途徑 除了這個途徑之外你沒有其他途徑 這個途徑行不行 沒有人有把握 錢可能要用很多 但我覺得都要有個公道 有個說法 有個結論 然後才行 所以我覺得 記協和香港電台的職員工會 既然 為頭條新聞這件事 繼續 視而不捨地 去尋求公道 我覺得作為香港人 特別是頭條新聞的一些 過往的觀眾 我覺得應該可以 准盡你們的 勉力 准盡你們的力量去幫幫忙 我覺得這個也是重要的 就 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現在在香港 做大部分的事都會不知道結果 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做了 就叫做 盡了自己的分力 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這個頭條新聞就被警告 就不止一次 大家都知道是不止一次 通訊局就說 在去年5月收到 超過3300個針對 2月14日 播出的頭條新聞 投訴 調查就認為頭條新聞是污衊 侮辱警方 投訴成立 就向這個 說他資料不準確 未能在個人意見節目裏面表達方便意見 裁定是投訴成立 向港台發出過警告 要他嚴格遵守電視節目守則 然後大家記得 投訴完之後 播了沒有多少集 到6月下旬就正式 結束了 話檢討 到現在 檢討委員會 人們都走了 遲了職 仍然沒有繼續 我都百分之一千 鐵定地相信 投訴新聞是不會回來的 那麼 當時大家還記得 為何會裁定 這個投訴成立 主要是講 警方訊息的環節 說王喜 扮警察用垃圾袋圍著頸和手 從垃圾棚裡跳出來 令觀眾明確 察覺到 對方是惡意描繪 暗示警務人員是廢物 租人 驗戶和退棄 暗示只有毫無價值的人才會加入警隊 大家同不同意這個暗示 認為這些描述 和警方的任何具體的工作 或者公眾關注都是無關的 只在污衊整個警隊 對整個群體作 無理攻擊 跟著 仍然有繼續 投訴 1月的時候 2021年的1月 通訊局再裁定多三集 頭條污衊這個侮辱警員 向港台發出強烈勸語 這三集都是講 經訊的時候 的環節開始 主持人扮成警察 你第一集 已經是說有問題 第二第三集都是這樣 一定是成立的 案就是 七路就開審 所以都相當急 律師費 他現在這麼遲才籌 當然律師也不會 馬上要付錢 希望大家可以 幫幫忙 這件事 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說法 我覺得是最後 我不會 我不會覺得 那個寄望很大 但是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 《頭條新聞》 做了三十多年 全港唯一一個 諷刺 事弊的節目 用這種形式諷刺事弊的節目 過往一直演化到今天 一直做到這個 太后小豪子 大帥副官 包豪昇 有為等等 唐三藏 孫悟空 一直做下來 大家都會覺得很受諾 接受這種形式 大家知道2019年202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判定了《頭條新聞》是死期不遠的 因為我們得罪的隊長就是現在特區政府最棄眾的 警察 沒得玩下去 這個司法覆劃出來之後 是否《頭條新聞》會翻生呢 不會的 翻生我也不會做 以今天香港電台 換了管理層 怎樣做《頭條新聞》呢 沒得做 我經常都說 即使《頭條新聞》回來 都是只有一個驅學 沒有了一個靈魂 但不重要 他能不能夠回來 我認為不是今天我們需要 關注的問題 這個司法覆劃的目的 究竟 這樣的諷刺時弊的節目 是否都會 即是會被視為 即是怎樣要提出這個 警告 污衊 我當時我會記得 通訊局的一個 裁決的內容 一點我覺得很荒謬 就是我們這樣去 批評或者諷刺這個警隊 似乎 跟諷刺的弱勢團體 是很近似的 我提出一個好 觀點就是 警隊怎會是弱勢團體 是不是 警隊那麼強勢要槍有槍要炮有炮要法律有法律 怎會是弱勢 曾幾何時其實 警隊都有人 投訴一些媒體 說他們是侮辱警隊或者是污衊警隊 我記得很多年前 通訊局都有這樣的裁決 有人投訴就是一個電台節目 說了我們小時候都今天都經常說的 那幾個字 叫做好仔不當差 差在不是有邪牌外差人 我們小時候都聽這些說話 好仔不當差 有人投訴那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說說好仔不當差 就等於 去歧視 污衊 抹黑警隊 為什麼說好仔不當差 當差的都是壞子 都是一些不好的人 一觸高打死就算人 不對我 通訊局裁定了成立 亦都發出了勸語或警告 成立了 反而覺得好笑的地方就是 警隊當時的 一些警察的組織 包括這個督察的協會 出來說 我們不介意 我們不介意 有人說好仔不當差 因為這個都是 說了幾十年的說法 說了之後 並不一定 會令到警察的形象會受損 這是 普通人的印象 大家努力一點 可以改變 香港市民的看法 為時不是很遠的 應該都不夠十年 之前發生 當時的 警察在香港的市民心目中 的公信力 形象排得很高 消防當然經常都很高 警察都不錯 因為這樣的原因 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形象那麼好 於是他們就 比較 自信心比較強 於是對外界的 批評 因為自信心強硬 用大陸說法 就是底氣比較足 於是就 沒什麼所謂 接受 就接受 但是 在今天 我們不批評就行 是吧 諷刺又不行 批評又不行 一定就說你抹黑 污衊 說抹黑污衊 根本不只是 批評警察才會有這個回應 這個是上有好者下有甚言 整個特區政府都是 你批評 特區政府的任何東西 抗疫、防疫 措施 或者對於疫苗的看法 他就說你抹黑污衊 說你所謂是專家 這個不是 警察特有的 是各級的政府官員都會有 任何的團體 教協批評這個教學政策 批評這個 老師釘牌 他又說你污衊又說你抹黑 凡有任何的反對聲音出來 批評他的政策不行 他就說你 污衊 抹黑 普通的人 普通的團體就沒有一個 叫做 廣播條例去規管 香港電台 本來就 政府部門就不受廣播條例規管 香港電台 自願去接受這個規管 所以你可以投訴香港電台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這個司法覆核 其實作用 扭轉香港電台成的方針政策 是沒有什麼大作用 不過只不過是 還 希望還投條新聞這個公道 令到這一類的諷刺節目 可以 搞清楚先 是不是這樣也不行 這樣 你說這筆錢是否值得值呢 值不值得用呢 你們自己做一個衡量 希望支持投條新聞的朋友 可以出一分力 投條新聞的 最後一集 2020年6月19號 大家記得 最後一集 現在來6月19號 沒有多遠 一年 播出的 港台節目 一年後就會落架 現在有些還看得到 因為未到一周年 還看得到 就快沒有了 即是 所有的投條新聞 可以不再在YouTube 存在 大家 也盡力 保存 這個 我認為香港是很重要的歷史 雖然發生在一年前 將它下載下來 自己慢慢欣賞 看看有什麼時間可以 流傳下去 我講到這裏就覺得很慨嘆 這些司法覆劃有用無用 大家都不會太上心 但是對於香港電台目前的 處境 走的人越來越多 重點 重要的人物 資深的編導 監製 總監 最近都看到他們 Farewell Last day 包括 尼君雅 包括頭條新聞的監製 包括工業事務組的總監 路逐都離開這個香港電台 現在 剩下的人 其實 大家都會看得到 在這裏 捱得很辛苦 因為以李博全的做法 他有幾部曲 第一 要交這個 所謂的故事的大綱 批准了才要拍 才准拍 拍了之後 譬如你說 這個以示輪時 在ROLA加了一個64的長跑 現在就說要追究 要懲處 甚至要罰錢 然後就整個節目就外判了給其他人做 真是不倫不類都很重要 鏗槍雜又是這樣 外判給其他的部門去做 香港電台現在已經是 面目全非 鏗槍雪也是 幾乎沒有一個 是有完整的情況出現 令人慨嘆 李博全上任 3月到現在 3個多月 3個月 為何會搞到這樣 當然他是有備而來 這些是一步一步去 摧毀 整個香港電台 特別是香港電台的公共事務組 他都 說得很清楚 他說 最不守規矩的最不聽話的就是公共事務組 公共事務組是 真真正正做新聞的 記者來的 聽話做官 記者怎會聽話 是不是 那麼 搞到這樣大家都沒有眼睛 大家都不在乎 不過我仍然認為 這個司法覆核 是重要的 因為 要還 一些諷刺節目的公道 雖然是比較渺茫的 勝算的機會比較渺茫 但是在香港 一條 很長的 隧道看不到曙光的盡頭有沒有光的 大家一起走 大家攜手同心地走 大家就沒有那麼害怕 希望可以 找到一點 的出路 行不行 做了才知道 不做根本就一定不行 做了行不行 都接受過結果 情況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幫一下支持一下 我再說一次 電話號碼 地址就是 灣仔六 黑道 348號至350號 行法商業大廈15樓A座 資料堂油 寫清楚是香港記者協會 寫了 頭條新聞 司法覆核 案 法律 費用 目標是 200萬 如果你沒有寫的話 就會退回給你 也寫你的聯絡方法 電話號碼是25910692 25910692 不清楚打電話 謝謝大家收看 暫時談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 深藉口法頻道 拜拜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 的話呢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